佛陀在世的时候 三宝 佛宝第一 佛宝最大 为什么呢 这种教学是佛创办的 佛陀教育释迦牟尼佛是创办人 佛不在世了 佛灭度了 佛最大 我们对三宝的弓箭 特别这种叫法宝 佛不在世了 我们供尼苏摸掉佛像 那是纪念他 那佛像这个东西 他不能保佑你 你可不要迷信 所以佛陀 尼菩萨过活自身难保 你怎么能依靠他 那末法时期 我们归宜怎么办 归宜谁呢 归宜法 这个要懂啊 那法什么 法是佛当年在世所说的这些经教 他的学生 他的弟子们 把他整理 用文字记录下来流传到后世 我们今天看到的经典 这就是法 这就是法 所有一切 理论 方法 修持 境界 你所振得的国位 统统在经典里面 你要不认真 修学经典 这不是学佛 学佛要从经典下手 经典只要一起入 你一定会 遇霸不能 我一天不吃饭 可以 不睡觉 可以 不读经 不行啊 为什么不读经 就生烦恼啊 读经快乐啊 这真真是宝 你尝到味道了 叫乏味 ות Food 6 7 7 7 10 7 50 9